当我躺在夏日的水梦里 仿佛听见天上传来的名字 就好像听到天上传不到你的名字给我 点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要错过最新的娱乐专访啦 我带我孙第一次来香港 那时十二月她是半岁 我带她坐天星小轮 天星饭头是否叫尖沙咀饭头还是天星饭头 我带她坐 就告诉我女儿 下了船前面就是大会堂 一知一知大会堂在哪里不见了 我说那个大会堂是我得奖 Dark side of your mind的时候 应该是十几岁 十八岁得奖 因为不见了大会堂 原来是搬走了码头 是吗 我说走前一点 过了这个隧道就是文华酒店 是你妈妈十二岁 开始赚第一个一百元 就在文华酒店那里和别人弹琴 一晚又一百元 那还可以吃 是第一次坐在一个这么高贵的场所 还要是吃西餐 刀叉怎么摆其实都不知道 什么左、右 原来正式的高级餐厅 是左上右下 即是它捧叉上来 是这样的 拿走你的盘是要在右边的 现在我想我们几乎都不会去计较 你左还是右 总之刀叉有时一只手握 拿手拿来吃也行 就是比较casual 以前我们去到文华酒店 哇 很厉害啊 我还有一百元拿 以前因为有一队乐队 是我的老师的绅士 我一人都不拥有时一位 我可以说是一位老师的 我身上有两三年 我没有同学 他们有一个乐队 就是欠一个钢琴手 是钢琴 不过钢琴 我第一次彈音樂器 他說不如你去幫幫他們 夾一下樂隊 當時已經是夾樂隊了 我十二歲是什麼年代 我都不敢想 如果有人聽到你十二歲 就去打樂隊 你說是不是很嚴重 但是我又覺得我爸爸媽媽 又很開通 你不可能想著一個這麼古老的家庭 會讓女兒去夾樂隊 我不是偷偷的, 我是公開的 因為我問了他們 老師的兒子有一隊樂隊 我現在叫做Sign Post 最近我還見到其中一個成員 Sign Post裡面就差了一個琴鍵手 就叫了我去 他夾了兩下 我沒得唱歌的 我只是彈 其實我第一次彈Organ 我是不會彈 因為彈的鋼琴 那個Sustain是完全不同的 Touching也不同的 但是我都是死聰 你們都是需要我 你們都要分一百元給我 我猜可能是有五百元那晚 彈一百元給我花 我回去就很開心 當然是彈給我媽媽 你看, 真的是賺到錢回來的 我之後我十三歲才開始正式賺錢 教琴, 跟人家補習 這個是前奏 我原來覺得我彈琴 我的能力是可以賺到一百元以上 你們不知道的了 那些幾十年前一百元 我到後期 歡樂今宵都是一百元一晚 不過是一個暑假就玩完了 因為這群哥哥就全部出國讀書了 我就失業了 沒得玩了 所以我要去教琴了 就是彈正統的Piano 教小朋友 八歲 現在的世代八歲已經很遲了 現在很多神童出現 六歲又怎樣, 七歲又怎樣 代表香港的, 我都有留意 但是我們那些年代八歲 有些學琴已經算是很早的了 我住在咖啡屋那裏 有一個芭蕾舞學院 我在旁邊就天天聽到那首歌 我現在還記得隔了那麼多年 我就很喜歡這些琴聲 而且我看到那些芭蕾舞的十元 穿得很漂亮 經過我們家 我就跟媽媽說 我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學跳舞嗎 當然不行了 我八歲就說, 他就騙我 說, 跳了舞呢? 你的腳很粗的, 不漂亮 我說, 我可不可以學彈琴? 我說, 我們都沒有錢 怎麼讓你學琴? 我說, 畫畫呢? 我也想學畫畫 他說, 畫畫呢? 死了才出名的 你不要了, 你找不到吃 我真的全都打尋你 我以為媽媽會鼓勵我 因為我們沒有錢 所以我就問他 如果我找到一個鋼琴先生 不收錢的, 你是否讓我去? 我記得他的表情也說 你便試試吧 我真的第二天回去學校 問學校, 我在宣度小學讀的 那位叫麥爾蘭老師 我問他, 我這時候四年級 我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學琴? 我很想學琴 不過我沒有學費給你 我記得我當時是 叮咚的角 他就彎下一個身 摸我的頭 就說, 你真的很想學? 那你明天來找我吧 我給了他離子我 就開始我的學琴之路 真的沒有收錢 我現在多了一個孫子 我覺得我抱著他走 已經比我走多少步了 那時候一天可以走到一萬步以上 我就被朋友笑了 他說, 你吃完飯 你出去出街邊走嗎? 街邊那裡走嗎? 我說, 我沒有, 我在家裡走 他說, 你在家裡走到一萬步 你是否在這裡炫耀你的富幼 你家裡有多大 你吃完飯可以走一萬步 我說, 這樣又要被人質疑 我是否叫做原富 現在流行這個名字 我說, 我其實沒有富幼 富幼用錢來衡量的 但是我完全不懂得計算 我從小到大到現在 快要七十歲了 也不是很有錢的概念 我現在很想別人捐錢給我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想著 如果我賣了這本書 我又要得到多少錢 可以捐多少錢給別人 這是一個單位 譬如說, 我今天吃這頓飯 用了八千元 我就會計算 我要賣多少本書才會回來 我會有這樣的計算 我很不想這樣 我覺得這樣似乎不是很開心 你每個人都要遷就 我今天花了多少錢 如果我不用 那就怎樣怎樣 我希望我會學習到一個平常心去處理 即使用錢也好 或者捐錢、籌款 現在還是要決定用一個平常心 好像說這本書賣到的錢 是捐出去給健康快車 我那晚一下機 就跟健康快車的創辦人商量 我們應該怎樣去做這件事 我其實說 現在的人看書也不是很多 你靠一本書去賣 有一個百分之 你可以捐多少錢 我直接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想盡一些心意 如果我這本書賣到 有某一個百分之 是50%的資金 我不是可以捐給你嗎 我說 不過可能是得很少錢 因為我不知道會賣到多少 他們就安慰我 很感謝你 二十年來一直支持 健康快車我們的活動 有心無論是多少錢 這個心意是我們很感謝 我又想想 也是 無論多還是少 都要做下去 希望多些人支持 就是我生病的時候 我一直都希望 我的女兒可以有寶寶 等了幾年都沒有聲氣 我自己病的時候 那時候要做很多檢查 例如做很多探索 有一種探索 就是要打藥進去 讓你溫溫彈彈 就是要休息給你平靜 當我休息的時候 要等40分鐘 我在藥和醫院裡等 聽到廣播說 你善行醫生 你善行醫生 請你什麼什麼 練做很多次 我朦朦朦朦朦 就覺得 這個名字很好 善行 我女性是姓李的 如果我病好了 我就在這裡祈禱 如果我女兒有一天 可以有寶寶之後 無論男生或女生 我都會改她這個名字 叫李善行 她快出生的時候 我很緊張 我就很期待 看到她已經有名來善行 未必是做到醫生 我就會為她這個故事 我怎樣期待她出生 或者我快會見到你 心情我寫了一首歌 這首歌叫善行 在她還沒出生 就寫了等於100天 有一個小型派對 我在現場的時候 就沒什麼簡陋的設備 就唱了一首歌出來 你看這些字很小 我腦花都還沒很嚴重 善行 當我躺在夏日的睡夢裡 即是那時我檢查身體 有時夏天 就悶悶悶悶 思義一點 就是叫做躺在夏日的睡夢裡 當我躺在夏日的睡夢裡 彷彿聽見天上傳來你的名字 其實是別人在叫醫生 有一樣很奇怪的 我做完檢查之後 我就把這件事 告訴我兒生女 她是我的主診醫生 我說剛才我等檢查的時候 我聽到有一個叫做李善行醫生 他說我們養和醫院 沒有這樣的醫生 是不是你聽錯阿姨 我說沒有 很清楚是叫做李善行 我說不信 我先上網看看 真的沒有這個醫生 還有好像穩穩全香港 好像都沒有一個李善行醫生 我媽媽那時病 她是很幸看到一個孫兒出生 因為當初她確診之後 醫生說是兩年半 那時我還沒有BB 後來她一個一個願望 就說我如果可以在花園推著BB 我的孫女走就好了 直到一個、兩個、三個 有一個期望 一個看著我,我還沒死 我還沒記住 現在我也是在計算 說我有一個孫兒或者兩個孫兒 或者大孫兒又如何 如果你說真的不計算 我有多長命 我也是騙你而已 我希望我長命一點 可以看到我看得多多少 孫兒可能是讀書、上中學 甚至讀大學 計算讀大學要多少歲 一個很真誠的希望 還有要自己健康一點 我經常覺得老人家如果健康 就不用去扶養年輕人 或者令他們傷心 擔心心情很沉重 我也是希望我生病之後 我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還有我有一個樂觀的態度 給我的孫兒也好 女兒也好 他們不用擔心我了 我是比較堅強 希望他們看到媽媽 她可以的 看樣子都可以的 他們就放心一點